歌手李文Coco 他其实在他的演艺事业当中 是非常的努力的 包括呢 他的舞蹈以及他的歌曲 都让大家看到他亮眼的表现 不过他心目中 其实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好太太 成为一个好妈妈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是 他跟Gruce结婚这12年来 几乎都是没有传出 有怀孕的好消息的 这段过程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的辛苦 包括呢 他们也有进行这个人工受孕 可以知道在人工受孕当中呢 他们必须要自己打针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不断的尝试 但是这9次下来 还是失败收场 可以知道是呢 他其实对这个 还是感到非常遗憾的 而在2018年 他的先生Bruce呢 就在一次的访问当中就说 其实Coco呢 他平常呢 就要打10到14天的针 而且当中呢 自己得打3支针 其中一支是又粗又长 你可以想到 其实做人工受孕的母亲 都是非常辛苦的 这些针是往自己的身体一扎 而且每一次都是忍受这样的疼痛 不过当时Coco也是非常的努力 他就说 他每次看到这样的针的时候 他就对自己说一句话 他说 You have to do it 可以看到说 他其实从这当中 就是可以希望 可以赶快能够有自己的孩子 那他在一次的受访的时候 他就表示说 他希望能够有两个小孩 但是呢 如果能够有一个也很好 因为孩子呢 是上天给的礼物 如果没有 也是天意 但他希望 还是有小孩 不过可以知道 在这些年来 结婚这12年来 其实他面临到 非常多感情的问题 甚至到后期呢 也面临到一些婚变 没有想到呢 婚变 再这样 这个孩子一直都没有 好消息发生 没有想到如今 走上像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呢 也是让他的粉丝们 相当心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